就是我現在這個環境OK的沒有問題的 那我也把它丟到那個雲端就這一個跟這一個這兩個 那如果以後呢假設你要參考的話你可以到我們雲端上的安裝環境裡面 那我把這兩個環境丟上去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環境一模一樣的話 你很簡單你就把這個兩個環境下載 放在你的第一疊底下 把它打開就可以了 OK這樣應該夠簡單的吧 反正就跟我一模一樣 所以我這邊可以run 你應該回去也可以run 只差別說你的環境有沒有JDK 如果沒有你把JDK有沒有 這個JDK裝起來 那就簡單了 所以盡量你在開發這個東西的時候 盡量不要花太多時間 在這上面 就是盡量很快可以打開很快可以開發 不然的話以後真的你要學習就是一個漫長的路 所以有人為什麼會最後就放棄 因為他連環境都打不開了 環境打不開之後他可能 就會開始想說 好複雜 好麻煩 算了 不要動好了 一動就會感覺好像處處都是問題 所以 我這邊就提供給各位一個盡量簡單的環境 確定是OK的 喔 再來的話你就慢慢就是把這種穩定下來就好了 好以後就從這邊開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接下來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按部就辦好了 那在雲端上面有一個就是 那個 從 讀取會員資料 那我剛有秀就是說有兩個資料 會員資料在 我們的那個雲端上有兩個 一個是會員資料的CSV 一個是 Member.tst 在雲端上面 有一個這個會員資料 這個你也可以試 或者是你也可以試這個 Member 其實兩個都差異性不大 也是會員資料 只是說 一個是放CSV 一個是TST 這個你也是可以把它下載 因為我在雲端上面 秀的是這一個 我就先秀 先用這個來練習 這個練習完你可以換另外一個 沒關係 那首先的話一樣把它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在資料早上顯示裡面 不過他好像兩個 副檔名乾脆把一個刪掉 因為怕到時候你搞混了 你少一個副檔名就不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檔案 裡面的東西 寫到資料庫裡面該怎麼做 不過 要直接寫到資料庫 恐怕我們還是分階段來看 第一個你要先把它 在Python打開就OK了 第一步 第二步才在想說怎麼把它寫到資料庫 分階段好了 不然一次 直接寫進去的話 那個程式呢 相當的複雜 有沒有 如果 直接寫進去的話 你會發現 程式就這麼多 寫到資料庫 那如果說先把它讀出來 讀出來在上面這一段 那怎麼把它讀出來 首先第一個 你要把這個檔案 直接放到哪裡 放到我們的 這個 我是建議呢 我們要放在Python之前一樣 還是先放在 我們的 放在那個Jungle裡面 就是放在那個上面的這個專案裡面 之前 我們先在 下面一樣 先 我之前是先寫一個什麼呢 就是Python的專案 用Python先亂亂看 然後呢 我先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裡 丟過來的方法 我前面還有講過 你可以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Eclipse有支援什麼 拖拉放的方法 所以如果下載這一個 然後我就把它直接拖拉到 我這個 這個 專案裡面好了 我建一個資料夾 你可以不建資料夾 沒關係 那就Member進來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再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呢 一個專案 專案名稱呢 也許我也叫Member好了 比如說我要把那個 資料 把它打開來 那做法上的話呢 New一個 那個Module Module名稱也許 也叫Member好了 然後按個 Finish 裡面的話 我希望做的就是 我要快速的把 這些東西呢 直接幫我讀取出來 也就是 把那個什麼呢 把資料呢 直接從 這裡面 幫我讀到這邊 所以裡面總共有 50個人 那我可以快速的把裡面所有東西都讀進來 那還記得怎麼全部讀進來吧 這是上學期的東西喔 有沒有 這個是文字檔 怎麼樣把它全部讀進來 陳是在這裡 但是呢 其實我們可以按部就班來好了 假設我全部都把它刪掉 然後呢 要怎麼樣一步一步 其實如果說我今天呢在Python裡面呢 要 開啟某個檔案的話 其實我覺得Python已經算簡單了 為什麼它其實只要 一行程式 就可以把檔案打開了 不過那行程式的話 可能還是要稍微 記下來 不用特別背 它還蠻直覺的 它叫open open什麼呢 你的那個路徑名稱 比如說我是放在一起 那我就跟他講說在旁邊就可以了 在旁邊 那個檔案名稱叫member 點 tst 有沒有 就是那個名 檔名跟副檔名不要打錯了 接下來的話 逗點 跟他講說你要 做 讀還是寫 如果讀的話就r 如果你要寫的話 比如說你要把東西寫到裡面去 叫w ok 其實我覺得Python在這部分讀寫檔案是非常的簡單的 比起其他的語言 那可是你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你會把所有東西讀到這個f的物件裡面 那f的物件裡面可是它裡面 就有很多 這底下的東西 那我們會需要把它再讀到 讀到哪裡呢 也許我這邊前面多一個 假設讀到一個s好了 s是我們 但是我這邊叫 lice 名稱叫lice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為什麼叫lice呢 因為我可以透過f本身這個物件 它有個方法 叫做readlice 他有一個方法 readlice 是讀一行 relice是 把裡面的所有行 通通幫我讀 讀到哪裡呢 讀到這裡 那它就會是一個 讀進來的話 它是一個正列 不 串列 那這個串列 我可以想 先把它print出來 打一個p print它 把這個東西 假設已經讀出來了 我先把它print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其實你會發現讀檔已經寫完了 三行而已 把它怎麼樣 執行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會讀取 不過呢它有個訊息啦 就是說呢 它的編碼方式 因為 我們那個檔案 看一下 裡面好像是 CP950 我看一下 也一樣嘛 打開來 另存新檔一下 UTF-8 不過呢有的時候 讀檔 那個python裡面 可能還需要一個訊息 就是你讀檔的模式 是要用哪一種模式去開啟 所以你跟它講說 我要encoding 就是說呢我開啟的那個編碼方式 給它一下 叫 UTF-8 你幫我用UTF-8方式開 如果你將來看到這邊有個什麼呢 什麼unicode 這些什麼l CP950 那有可能因為是 這個環境是 微軟的 環境啦 就windows下面 那我們還是不得已啦 在微軟環境下 它預設就CP950開 那你如果是UTF-8可能會產生錯誤 所以你後面 多補一個encoding UTF-8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就已經幫我把它讀出來 不過呢 它讀出來 printed它 因為呢 它用realize 讀過來的一定會是一個串列 串列我前面好像講過 是一個中國愛護開頭 中間都加豆點 豆點豆點 哎 裡面的話就是 這樣子是第一筆記錄 這樣子就是第二筆記錄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每一個後面都有一個換行 有沒有 反斜線N 所以 將來如果說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在串列裡面 那我希望把它 不要說是 要把它切割開來 因為你會發現它在這個串列裡面 那我需要怎麼樣把它分割開來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重點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啦 第一個也許喔 先把那個 就是檔案呢先丟到 我們一個專案裡面喔 OK 這個專案不是Jungle的專案 是Python的專案 把檔案丟進來 另外建一個 這個模組喔 然後試一下先把它讀 讀進來 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 怎麼再做切割部分 因為你勢必要切割 切割的話有兩部分 一個是 把串列裡面的東西做切割 再來做裡面的資料切割 OK 這要怎麼切割 我想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